2月28日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在其位于香港何文田的寓所 被香港警方港岛区重案组探员拘捕 并带往九龙城警署做进一步调查 同日 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 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分别在美福新村及碧瑶湾的家中 先后被警方拘捕 香港警务处港岛总区刑事总部 署理高级警司黄东光 于当日中午12时序介绍案情时指出 警方落案控告三人 在去年8月31日涉嫌参与非法集结 将于5月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我现在向传媒简报一宗未经批准集结 同一宗刑事恐吓案件 案件由港岛总区重案组第三队调查 在今日较早时间 我们拘捕了三名本地男子 年龄介乎63至72岁 他们涉嫌参与一宗 发生在2019年8月31日 在湾仔区至中环区 未经批准的集结 违反香港法例第245章 公安条例第17条 现在三人均被落案 将会在本年5月5日 在东区法院认讯 黄东光另外提到 其中一名72岁被捕男子 还涉嫌2017年6月4日 在港岛东区一宗刑事恐吓案 将同样受到警方检控 该名72岁男子即是黎智英 当天中午禁一时 黎智英获保释离开九龙城警署 未就案件对现场记者做任何回应 身为一传媒创始人的黎智英 被称为叛国乱港四人帮之中 最为活跃的分子 早前亦被指为占中的幕后金主和黑手 在2019年香港修理风波中 黎智英更以教父形象奔忙其中 曾发出香港是为美国而战的言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